抬球原理第一课 如何学好抬球 想要打好抬球 方法和感觉缺一不可 方法就是理论知识 在抬球中 你能学到的也只有方法 例如打进球的方法 控力的方法 打准白球点的方法 方法可以让你理解抬球的原理 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为什么错 要怎么干 怎么去练等等 在知道了方法后 就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来提升感觉 例如球感 力感 路线感等等 用实际效果来验证方法是否正确 继而进一步提升对抬球的理解 可以这么说 球感决定你打球的上限 而方法决定你的下限 因此只有两者相结合 才能不断提高抬球水平 现实中 很多抬球爱好者都是实践远远多于理论 所以我们推出抬球原理课程 让你把自己缺失的部分补上 从而实现球技的增长 记住 打抬球不能一昧的埋头下练 在你没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之前 你很有可能再练错误的东西 这样不如不练 只有先搞清楚抬球技术的原理 找到自己问题的关键 用科学的方法去练习 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注我 让你学球少走弯路 下课 请 defeat 请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